這件事對我來說太容易 太容易 好感動的一個掌聲給我們的金屯 這個很簡單真的 真的 因為我們側面得知喔 我們的金屯有在家裡有收養的流亂的龍貓貓嘛 對 這裡要問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喔 請問 金屯有沒有帶他們去打完全冰淇淋 有啊 有沒有每年定時打 我 嗯 會打 今年 今年還沒 但是 不客氣今年還沒過完 對 好 要記得打喔 我一定會打 給他一個掌聲 讓他呢 還有遲守在這承諾對不對 我一定會打 好 另外呢 我們想請問一下 在現場非常多的好朋友都是為了您來的 我們想請問一下金屯 對於這一次呢 這是我們想請問一下 我們想請問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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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我覺得相當開心 然後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做這些事情 對我來講真的 就是很 很自然的事情 那我能夠參與 然後 也能夠呼籲大家 一點點 這種 啊 愛愛護動物的一些 一些觀念 我覺得我是相當有榮幸的 其實大家希望 第一點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拋棄自己親愛的動物 就是你本身已經在照顧然後因為狂卷病的爆發 然後你把它丟棄這是很不好的行為 再來是說其實狂卷病是不需要恐懼的 因為這個病只要你有愛是打疫苗打預防針 它就是一個安全的狀態 包括路上的野貓野狗 那麼醫生都會定期的去各區域去關心流浪動物 然後幫他們打針 打完針他們身上會掛一個黃色象圈 代表說這個動物是有打過疫苗是安全的 所以在路上也不用去害怕流浪的動物 這樣子 那我覺得還是針對狂卷病的源頭 不要去針對我們這些可愛的動物們 是我要按過我自己可愛